进宫以来呀 就读得皇上恩宠 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与陆金斩 可皇上非是不听呢 于是就宠我 宋小宝如今活跃在喜剧舞台上 其实很少人知道曾经他是一名喜晚宫 后来败在恩师赵本山门下 当初宋小宝走红之后和结婚七年的妻子离婚 后来又出轨女粉丝 负面新闻不断 那如今的宋小宝怎么样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宋小宝的故事 点个赞 好运不断 感谢大家的支持 赵本山在行业内的地位很高 赵家班也是人丁兴旺 不过近几年赵家班的弟子们很多都是纷纷出走 离开了恩师 或多或少都闹得有些不愉快 不过宋小宝一直是跟在赵本山的身边 虽然宋小宝在娱乐圈的综艺事业也发展得很好 不过对于恩师赵本山 宋小宝是一直都没有旺的 确实也是因为当初是赵本山拉了宋小宝一把 否则怎么会有如今的宋小宝呢 其实宋小宝的出身非常贫困 别看宋小宝长得很成熟 一直都是扮演的老头 其实宋小宝出生于1981年 老家是吉林的一个小农村 宋小宝出生的时候 家里人并不是很开心 因为这就意味着以后要多一口人吃饭了 家里的负担就更大了 所以宋小宝的童年生活并不是特别幸福 宋小宝还有一个哥哥 哥哥的成绩一直都比宋小宝要好 而宋小宝确实也不是读书的链 相比起读书 宋小宝觉得跟着爸妈干农活还开心许多 到了初三快要开学的时候 宋小宝的父亲在一个夜晚找到宋小宝谈心 父亲坐在一旁似乎是有什么话说 好像很难开口的样子 宋小宝知道父亲想要说什么 宋小宝的父亲说 家里已经没有那么多钱供两个孩子读书了 而宋小宝的成绩不好 要不下学期就干脆别读了 宋小宝知道父母都是在家里务农 一年的收入都没有多少 而且眼看着他们也都老了 所以宋小宝知道他们的难处 于是就同意辍学 小小年纪的宋小宝就跟着同村的人去城里打工 不过他什么也干不了 只能够打点零工 还是一个餐馆好心收留 于是宋小宝就正式成为了一个洗碗工 宋小宝出身贫寒 初中辍学就做了洗碗工 后来火遍全国 当初在做洗碗工的时候 宋小宝一个月只有300块钱 就连这点钱其实都还要被老板扣掉 在餐厅工作的时候 有一次老板用高压锅压泥丘 宋小宝正好在厨房洗碗 于是老板就让宋小宝看着点高压锅 等到不冒气了就关火 不过宋小宝比较忙 每天都有成堆的碗要洗 而且还要出去打扫大厅 所以宋小宝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然后高压锅爆炸了 直接把厨房炸得一片狼藉 好在人没事 但是老板的损失可太惨重了 而且这件事情明明就先交代给了宋小宝的 所以宋小宝就老板狠狠骂了一顿 而且还扣了工资 洗碗工宋小宝简直就是餐厅的最底层 老板 厨师都可以欺负宋小宝 因为宋小宝比较憨厚 而且乐呵呵的 不与人交恶 所以看着就好欺负 在这里他受了不少委屈 唯一说得上话的 就是另外一个洗碗阿姨 每次宋小宝洗碗的时候 总是会哼着歌 阿姨就会给宋小宝鼓掌 并且说宋小宝唱得这么好 不去当歌星真的是可惜了 每次宋小宝听到这里 他都会害羞地笑笑 不过唱歌确实是他的一大爱好 19岁那年 有一个二人转的演出团在当地演出 宋小宝就去和同事们一起看 每次有这样的演出 宋小宝都会去捧场 因为他很羡慕在舞台上的演员们 而且也很憧憬这样的工作 宋小宝坐在第一排 简直就是最卖力的观众 给演员鼓掌吆喝 后来听到自己会唱的歌曲 宋小宝还会在台下合唱 手舞足蹈的 别提多开心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是演出团请来的氛围组呢 当时演出团里面有一个叫做焦小龙的人 他注意到了宋小宝 觉得宋小宝长得很有喜感 而且还一点不害羞 于是就和宋小宝说想不想做演员 跟着演出团学习二人转 演出费肯定比洗碗要高 宋小宝知道之后非常开心 和家里商量之后就辞掉了工作 跟着演出团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也遇到了自己第一个妻子霍小红 霍小红是团里的台柱子 很受欢迎 长得又好看 霍小红觉得宋小宝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而且还很有喜剧天赋 于是霍小红就和宋小宝组成了固定搭档 每天的排练让两人暗生情愫 宋小宝始终很自卑 觉得配不上霍小红 不过他们的阻碍才刚刚开始 洗碗宫出身的宋小宝 在演出团情定终身 遇见发妻霍小红 不过二人的感情遭到了很多反对 特别是霍小红的父母 但是二人还是在2004年结婚 这时候的宋小宝也成长为台柱子 更是被赵本山看中 在熟人的推荐下 宋小宝见到了赵本山 赵本山一见宋小宝就非常喜欢 于是收为了徒弟 从此宋小宝的人生 就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宋小宝和赵本山 在2011年的辽宁春晚中 一战成名 火遍全国 他的事业开始腾飞 不过忙碌的通告 让宋小宝与妻子的感情也变淡 结婚七年 二人一直都没有孩子 宋小宝的父母催了很多次 因为不想耽误对方 或小红提出离婚 宋小宝过意不去 更是把小舅子介绍到赵家班 二人也算是和平分手 后来宋小宝和自己的粉丝 王雪火速结婚 不到一年就生下了一二一女 王雪比宋小宝小八岁 而且还是一个大美女 和宋小宝走在一起 简直就不是一个事件的 不过二人似乎很恩爱 但是宋小宝结婚后 还被爆出出轨女粉丝 这个女粉丝为了宋小宝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跟着宋小宝全国跑通告 然后被狗仔拍到 当时这件事情出现之后 宋小宝的形象 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赵家班更是给宋小宝停演的警告 在多方的注视之下 宋小宝和这位女粉丝 后来就不再往来 不过当记者联系宋小宝的工作人员 询问是否属实的时候 对方却说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挂掉了电话 后来宋小宝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 也不再频繁出现在节目之中 在家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 宋小宝的事业发展的确实比较好 参加的各种综艺让他的名气再次提升 后来的咖啡更是非常出圈 让年轻一辈的观众也认识了他 在这两年 宋小宝更是开始进军电影圈 拍了自己自导自演的电影 还参加了不少热门综艺 可以说宋小宝的心图是非常璀璨的 不过成名之后 抛弃发妻的负面评价一直围绕着他 似乎这也成为了赵家班的魔咒 许多赵家班的演员出名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婚 也是让人费解了 你觉得宋小宝的喜剧公敌怎么样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 就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